至于在我面前就是路缸地址 众所周知 在海珠区很多地址已经全部停止了 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已经被封控了 有些快递哥哥好像想送他进去 例如好像右边这些 大哥他是国企来的 他当然要首当其冲 做好榜样 很多东西都是有得卖用 旁边李口福也不例外 还在做促销 阿姨你不如你帮我收拾吧 我又不认为老婆来买 买些小薯 不要太大 阿姨你不认为老婆来买 Hello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海珠区 如果大家有留意这几日新闻的话 应该都知道 海珠区在11月4日晚上发了通告 由11月5日凌晨到11月7日24点 全域实行以下防控 简单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海珠区所有暂停堂食 这个就已经实行了 有大量的地方实行封控 在这里交通工具全部停止了 公共交通工具全部停止了 在这里是不可以载共享单车 或者电动汽车 不过是可以驾车进来的 今集影片我就会带着大家 在海珠区这儿行驾 在海珠区这儿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当然就是中大和赤江的范围 我其实在这里学习 路面车一切都是正常可以行驶 但是行人亦都可以正常出入 刚才我驾车过来的时候 我是经爬州大桥的 路上其实车况都可以多 当然你说跟以前比起来 肯定会有一段距离 一路经过爬州路上都比较多车 不是我想象中那种任行的 因为我在网上也问过不少朋友 在每个群里面问过 他们都说其实未至于到这么恶劣 不是我们所说的全部人封住它 不像上一次荒村那样 大概年多之前荒村 全部封住车都不能进入 我们是可以进入路上来的 那就废话少说了 我们出发 我想去第一个地方 我可能会经过赤江那边先出发 来到这个区域 已经是差不多到赤江医院的方向了 我们去到会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停下部车 看看对面的情况 至于我是一个这么怕死的人 我就没必要去博华 再陆地看看了 我们去到再说 去到看了什么情况再说 现在在我右手边看到一部巴士 我按道理应该是没有乘客的 因为所有乘客都已经停了 刚才我试了一下 在上面的人是穿着黑色衣服的 那会不会是防疫的工作人员 又或者是保安哥哥呢 那就不得意志了 现在在我的左手边 就是海珠区两间大医院的门口 我看到是有很多车停在 然后我亦都看到的士是还开着飙 可以走得到 再来 应该是已经关闭了吧 那离开了大医院的门口之后 我们慢慢就往客村方向 据说客村也会有很多风向的情况 当然最严重的区域肯定就是路纲的方向 我也是会驾驶经过 看看到时有什么情况 我们可不可以用车来试试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赤江街道附近 新港中央 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已经被封控了 有些快递哥哥好像想送你进去 我们先看看 这里我肯定是能不能进去的 因为已经封控了 我来到这里我全程都要戴着口罩 好消息就是已经停了雨 刚才非常之大雨 我会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刚才我开车转过几转 已经看到有很多地方已经封控了 比如说前边红色水马 还有前边这两个 担着把车的两个 其实跟我一样都是 我会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过去路纲里面的 里面我刚才开车经过 都可以越骂 最起码没有刚才看到那种 全部违背着沙 过去看看再说 至于在我面前就是路纲地震站 众所周知 在河珠区很多地震就已经全部停了 反而路面上 没错 是比以往要冷清 但未至于到完全没有车走 起码都有些车流流往往 见得最多的是送快递的哥哥 至于严格上来说 又听到这些声音 在哪边来的 在我右手右后方来的 是一个救护车的声音 镜头正前方的一堆店 肯定固自然就关门了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刚才我在路纲 大光苑里面的方向 看到有些餐厅仍然可以做外卖 我们过去看看我过马路 前面那两对父子 我偷听到他说电话 我偷听到他说电话 那爸爸很焦虑 然后他跟电话令外那边说 你不要管了 电话一定要更新 有命就可以了 真的不得而知是什么事情 总之就是听见都是觉得很悲哀的 但至于这边呢 就是蛋糕店 我和花铺前面的泳春葱油饼 都是继续开着门的 真是苦精在我 竟然偶尔帆红色衣服 这位哥哥 上星期我在西华路 卖东西又买牛奶又成的 就做到他了 真是搞笑 我们继续往前走 前面大概差不多到大光苑路的方向 我们就回头了 陆中肯定是没有开门 这个也不需要再跟大家说 至于我面前 其实有很多停车位 刚才我想开车进来停车 但是呢 竟然没有车位 我转转回到后面 而且我还看到警察先生在抄抄 这间饮业 糖食就不用了 我都不再说了 不过都有开门的 是有外卖的 包括对面这几间都是 精点、大糖、烧鵝 全部都有开着门的 现在大多数人要吃东西 都是依赖他 就是外卖 很多餐厅、店铺都是有开门的 很多餐厅、店铺都是有开门的 市场都可以买到菜 唉 麻烦一点 比如好像右边这些 大哥他是国企 他当然要首当其冲 做好榜样 很多东西都是有得买的 隔离尼口福 都不例外 还在做促销 哈哈哈 在这里就有很多很多市民在排队 就严格宣 另外我也看到前边 有市民是买到菜的 这边还有 两个女孩还正身一脚 真是可憐 排那条龙呢 超级超级长 两边都是人龙 到市场口 又带大家进去轻轻行 看看我行得到多少 我来到这个时刻 有个估计的 在右边那条路转过去 应该是行不得到的 之前我来拍片也来过一次 左手边是市场来的 不知道市场还买不买得到东西 这里就是入市场的口 不过他应该是要扫码才给入 应该是 至于正前方应该是不给入 我也没有胆粗粗去试 有人出得到例 又或者会是24小时音声报告才给入 那种 我不去求证了 至于右边 很多店铺全部都拉闸 卖饺子 继续可以卖饺子 卖黄蚊鸡饭 继续可以卖黄蚊鸡饭 至于左手边 就是卖包的 我会尽快离开这个区域 因为我很担心那种 能入不能出 你就会濕制 前边我看到全部封 这里就是我们上次喝茶 来过这里一次这么大把 至于左边的KFC 全部都拉起了境界线 至于你有没有病例 我不得而知 因为现在新闻是会发哪里有病例 但现在实在太多了 我都多一多 我都已经忘记了 不过这样拦住 我估计应该不是最高级别吧 前边就是一堆 排队厌核酸的市民 如果继续在这个方向走过去 就已经是珠江边 往右转就是广州塔 市民是可以正常七多多街 就不是说好像我在网上看 我都看得这样一样 全部要静默 要不能出去 未至于这样一样 至于你说人多不多 那当然不多了 有多少好像我这么不怕死 又好像我这么怕死 好吧 好了 这里我们暂时看着这么多 至少正常生活 又不正常生活 真是废话 我们去下一个环节 我想去沙丸市场那边 今天这集影片是我自己一个人拍摄的 亦是正常营业的 但是呢 他们只能是在网上订了一餐 然后过来到门口 报到你的号码 拿你的汉堡包 回家去慢慢享受吧 甚至乎 面包店 薩尼亚 和俠马先生 都可以正常进入到的 当然了 24小时核酸报告 这个集我们就来到沙丸市场了 今天这集影片是我自己一个人拍摄的 但是呢 鉴于近期 疫情比较反复 所以呢 我都是自己一个人也好 过来沙丸市场都是买些蔬菜花企 以肉类 和瓜果为主的 蔬菜可能未必 就是叶菜那些 我们进去再说 应该可以进入到 很快来到市场 买些叶菜以外的东西 这边一直走进去 就是沙丸市场 这边也可以的 我们不如先走这边 我们平时走过的路 至于价钱 我不想太多了 最重要是快 快就可以了 买些红萝卜 买些红萝卜 买多两条 买些 白萝卜 买些薯仔 不如你帮我收拾吧 我又不认识老婆来叫买 买些薯仔 不要这么大 三一斤 五一两斤 我惊醒了 直接叫老板来帮我收拾 真是厉害 小小的那些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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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这样 好 好 我们逗快 买了些 买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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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的先 上一集 我们去那里 买了很多 那些 叫做什么 那些 乱了 买了 买了很多 那些肉 肯定是不够吃的 买多些 稳妥一点 至于右边 正正式式 是沙丸市场内部 我就会进去 再买些 每天做 最稳妥 每天做 最稳妥 我们要进去买些菜 平时和老婆来这儿买很多 我们直接进去市场里头 发费最脆 买些猪肉 各种都好 看一看 猪骨 我就未必 我会买一条 一条 一条 那些猪肉 买些瘦肉 多人选择那一档 下宿带来 就这一档 20元 通行也是 20元 买多几个 买多几个 两三个 两三个 对 对 差不多 买多一块瘦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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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小小 大了些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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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可以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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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半 室内 未必 不敢进去 看看有没有 鸡 或者再买些 这边 就买 洋葱 买些洋葱 便稳妥一点 我也不理会多少钱 总之 不要太差 就行了 两个半银 买些 纸的 买些 币等 就 可以了 买个大 就这样 这么快 我买了一大袋 再看看室外部分 有什么选择 在前面 肯走 不过如果再买 我觉得都是 买鸡 至于 鱼 和鸡蛋 尤其是鱼 我就决定不买 因为你真的 不是很摆得 对不对 可能会再买些 包菜 即是卷心菜 前面我收到 好像一档油 过去看看 我决定在这里 买了 这种 一卷一卷 这种 好像不太正常 走前看 两眼 可以选择 最重要 买这个 很漂亮 这个 2元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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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元 2元 那天买的 我已经买齐了 现在 回家了 希望疫情快点去吧 至于 这些 烧鸽 等等 暂且不必 最起码 山丸市场有开 大佬 最起码 附近市场 刚才我在对面 验过核酸 人并不是太多 至于这里 这样室内 一来我不懂 二来都没什么必要 我就真的不进去 其实如果老婆来到 她是会进去的 那好了 该买的菜就买齐了 我们亦是时候回去 约定各位观众 下集见 拜拜 不训练 不训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